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是接规道场 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道场 那么同时呢 更重要的 要能够体会到 道场在做什么事 道场里头要没有道啊 它就不叫做道场了 从前 李炳南老师常常讲 有庙无道 不能心教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深长 这一所佛教的设施 这个建筑屋 里面 没有学 没有修 我们常讲 接行念门 这念门都没有 这个地方不叫做道场 那这个道场就有了问题 所以我也常常提醒 提醒自己 警察 警察自己 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修设 我们知道因果啊 主持这个道场 主持这个道场 负责这个道场 将来果报 在山土 山土里面 不是莫归出身 是地狱 我们后必 造成念的 如果你等着佛法 你了解 这个道场 真正的意义 有学风 有道风 你无量功德了 这个道场里面 所有一切工作人员 都有使命的 不要小看义工啊 如法的道场 义工在这里 做一个小时的工 他赔一个小时的佛报 完全看这个道场 是不是真正有道 如果真正有道 有德 这个道场 真正有成就的人 有修行正果的人 他在这里 做一小时的工 一生呢 就在这个道场 做一小时的义工 这一小时 义工的佛报 可能有好多事 他都想不尽 这真的 这个道场要是不如法 没有道 也没有学 他发的是善心 来帮他做义工 来帮他做义工 福报 得不到 没有福 这没有 得不到福 但是 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义工 道场里面 直思 有过失 住持的人 有罪 直思 有过 过大小 不一样 看你在这个道场 做的些什么 如果做的事 损人力气 害到肥脊 哦 那个麻烦就大了 自己好像是养肥了 没错 地狱种子 选拳 这些 四十真相 只要你细心去观察 都在你面前 这个事情不神迷 英国报应摆在你面前 从哪里看呢 你看他怎么死 你就知道了 走的时候 有瑞相 决定是往好地方去 走的时候 向不好 一定是往不好的地方去 能看得出来啊 往生的人 升天的人 来生 还得人生 享受人间富贵的人 走的时候想多好 最明显的一个现象 头脑清楚 一点都不迷惑 他肯定是善道 你想想看 哪有头脑清楚的人 会去做畜生 去做恶鬼 地狱 没这个道理 凡是躲三窝道 都是迷迷糊糊 糊里糊涂 去了 神志不清走了 那个很麻烦啊 头脑清楚的人 你就放心 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 他的家亲眷属走了 是不是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个事情不必问我 你仔细观察他走的时候状况 如果是念佛人 头脑清楚 念佛走的 那肯定往生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临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 这个是48月里头的第18月 一念必身 那个一念不是平常的 是临练宗 是最后的一念 他心里是佛 愿生佛苦 念佛愿生佛苦 决定得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本院 他不会违背的 那我们 有没有把握到临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呢 可以说 谁都没把握 尤其是在这个乱世 一个灾难来了 知道自己怎么死 所以我常常 教导同学 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 不要怕死 不要惊慌 到灾难到头的时候 要怕死 要惊慌 就完了 肯定散途去了 要怎样呢 经常告诉我们的 不惊不布 一丝毫恐怖都没有 什么样突发的灾难 要能够到心里若无其事 这个就是定功 这个就是念佛三昧 在这个时候 一行念佛 决定往生 这是说 我们万一遇到意外的 灾难 而没有办法 躲避的 天灾人祸 丝毫没有恐怖 我们念佛的功夫在此点 不能不晓得 第二首歌 借归佛令 莫你妙宝 莫你妙宝庄严地 放尽光明 被重视 我们先说这两句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摩尼代表什么 妙宝代表什么 主要记住前面第三句 也说 大肆 祝宏愿 妙宝 妙宝是三宝 哪三宝呢 是戒定会三宝 是决正经三宝 是佛法僧三宝 有三宝的地方 是真正的庄严呢 摩尼 是如意 清净自在 称之为宝啊 妙宝上加上摩尼 他不是别的 确确实实就是指 决正经 决正经就是戒定会 会是确 定是正 戒是清净 下老句是 汇集的 无量寿经 经体里面 就有 清净 平等 觉 这五个字 清净 是戒 平等 是定 确实会 确实福宝 平等 是法宝 清净 是三宝 所以这五个字 三学 三会 三宝 具足 提上就这么清楚了 你就能想到 这一部经 不可思议 别看这部经 不长 小小的一本 三宝 三学 三会 通通 具足 那是圆满的大法了 究竟的大法 真正 堪称 无上法宝 模拟 妙宝 下楼 就是 是什么人 没有人知道 黄念 主老 就是 小的 不说 他虽然不说 我们心里头 有数 我最早 听到的是 是在美国 迈阿密 是美国人 说出来 这些美国人 都有特异功能 中国人说 特异功能 一般人叫神通 他们看到 下楼的照片 给大家介绍 这个人 不是普通人 他的身体 是透明的 那么就从 这一点的讯息 我们就晓得了 那不是凡人 身体透明 它会容易 为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了 身体是透明的 我们凡夫身体 是去黑的 误会的 里面脏的东西 太多了 那么由此 可以证实 下连续老举思 这个 烦恼账 俗智账 破了 二账破了 二账破了 在一般讲 最低的限度 法身菩萨 身体透明 虽然都是透明的 那个透明的度 又有浅身 不一样 有少分透明 像我们看 毛玻璃一样 确实是透明的 但是并不深 你看它的清晰度 有完全透明的 有完全透明的 像玻璃一样 一点 一点渣子都没有 那不是普通菩萨 在我们读华言 我们能想象 到那一种透明度 肯定是八地 肯定是八地以上 等着菩萨 如来的身相 那是完全透明的 一点渣子都没有 那么可惜 这些外国人在观察的时候 我没在场 曾仙为居士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真据是忘了 它的透明度 有多少 要是完全透明 那就肯定 等着菩萨一上 它敌世西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就是来汇集 无量寿经 这个使诸佛如来 大慈大悲 帮助世尊 末伐九千年 作私事先 这哪里是普通人 宋朝 王龙淑居士 竟是基地 学佛 既心相应 他做了个会计文 流通也很广啊 叫大阿弥陀金 清朝 咸与年间 为陌生居士 也做了一个会计文 确实 他这个本子 比王龙淑的本子好 福报 为王龙淑就是那么大 所以王本流通 很广泛 他这个本子 很少看见 这个旦心本流通 那是福德因缘 那么到今天 我们知道 无量寿经的汇集本 下劳居士 这个本子 流通量最大 最普遍的 流通到全世界 这不是人力 福利自然如实现 这是福利加持 这个地方 摩尼庙堡 课时而论呢 是指什么呢 大方光佛华阴近 放尽光明 被重视 这个是 如来谷地上 圆满的大发了 清净光明 确确实实 一尘不染 无量无边的 庄严 这个诗 就是印前面的 庄严 诗诗装饰 背诗原背 没有一点 欠缺 在前面 我们也说的很多 大方光佛华阴近 绝对 不是将这个金本 变法界虚空界 就是一部 圆满的 大方光佛华阴 你就明了了 充满 发界 等虚空 一点都不错 我们怎么学 我们的领域 要充满 发界 等虚空 我们的心 也要充满 也要充满 发界 等虚空 华阴近 你就学到了 纯善 无 给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做好样子 什么样子呢 做佛的样子 做菩萨的样子 尽忠同学 尽忠学会 成立的时候 尽忠学会 这一个名号 是夏连居老居士 提出来的 我第一次到北京 就是去 访问 黄念族 老居士 他把这四个字 告诉我 业再地 嘱咐我 国内 建静忠学会 机缘 没成熟 希望我在外国 发起 建立 静忠学会 我接受了 答应他了 所以 那个时候 离开北京 我就到 美国去了 在美国 加州 住了 不到一个星期 我到加拿大 将近 在温国华 就成立 第一个 静忠学会 第一个静忠学会 是加拿大的 静忠学会 在温国华 听说 现在这个会 还在 什么人负资 我不知道了 从温国华 讲经回来之后 回到旧金山 在旧金山 这是第二个 静忠学会 美国静忠学会 在那个 桑尼威尔 杨逸华 居士 主持的 这个静忠学会 现在 逐渐 很有规模了 做了很多的好事 我们 一些录像带 在美国 电视台播放 由他们 负责 他们在做 我们还保持着 联系 那么在美国 到处 讲经 到处 劝他们 组织 进 中学会 大概有十几个 美国有十几个 进中学会 正是 在地方政府 恋爱 进中学会 确实是在外国 开始的 以后 再传到台湾 台湾第一个 是我们的 华藏 进中学会 没有 汇职 就在图书馆 华藏图书馆 那么现在呢 这个 华藏 进中学会 是 这个招牌 是在 悟道 发斯塔拉去了 台北市 这个 华藏 进中学会 环游一个台北华藏 台北 进中学会 台北进中学会 陈采琼 居士 主持的 好像现在台湾呢 大概我看也有 二十几个 进中学会了 马来西亚有 三十多个 澳洲有 八个 好事情啊 进中学会的 性质 实实在在讲呢 就是古时候的 连逝 我们彼此之间 有 这个 往来 有往来 每一个学会 都是独立的 没有 统侠 管理 没有 这个我们跟 佛光山不一样 跟慈祭 功德会 也不一样 他们是有组织的 有 同意 指挥 管理的 我们这个没有 各个会 都是独立 人私独立 财务独立 只有修学 我们大概 都是同意的 都是一 无尽一论 而且都是以 夏连 居老居士 汇集本 为 主修的功夫 我们在修学 这一方面 互相交流 互相的 帮助 这个会 是这样的一个 性质 所以会与会之间 是友谊 大型的活动 我们人手不够了 我们会请 其他会 来支持 甚至有些时候 财务有困难 别的会 也会支持 确确实实 我们是兄弟 一样的 互足 互相尊重 曾经 开过一次 联谊会 在这个 我出到新加坡的时候 新加坡 这个 进中学会成立 召开了一次 联谊会 世界 各国进 总学会的代表 都来参加 那么这种 联谊会 我们是不定期的 不是每年 有一次 看机缘成熟 我们 这样召开一次 看看将来 我们在澳洲 如果语言成熟的话 我们在澳洲 召开一次 这么多年 大家见见面 彼此互相 来共同 研究 探讨 修学的方法 彼此 彼此互相 观摩 改正 错 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 这个是有必要 这个是有必要的 所以 涟漪里面 我们着重 互相 学习 提供 这个不同的 修学 经验 心得 帮助 大家 提升自己 修学的 品质 境界 所以这个会 还是有意义 值得 召开 这是 摩尼 妙宝 我们把它 克什而论 指出来 就是华业 就是 无量寿金 而无量寿金呢 特别是 这个 夏娜的 会记本 他是 五种 云仪本的 极大臣 真地是 放尽光明 被重视 充满法界 等虚空 我们的心心 要与 经相应 末后这一句 重要 这是 福利 自然 如实心 我们要细心 去体会 立望 相分别 指出 华业 是福利 自然 如实 现前 无量寿金的 汇集本 也是福利 自然 如实 实现 如果诸位 从这个角度 深入 去观察 体会 以所有业切 的疑虑 都消除了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妄想很多 我们可以说 这个思想 非常非常复杂 心都不清净 没有真诚 没有清净 没有平等 没有智慧 没有慈悲 说话 写文章 不负责任 因此 因此 这个里面 自自然 然 产生了 许许多多的 误会 我们听了 看了 能相信吗 你要是相信 接受了 你自己的问题 严重了 你会迷失方向 你会走入歧途 这一定的道理 没有法子避免 为什么呢 想法看法 太乱了 没有标准 我们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头 要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 只有一个法子 跟着佛菩萨 跟着圣仙人 阴满人 走一条路 决定不旁固 我这一条路做到底 能走出来 这个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是智慧 是福德 没有智慧 没有福德 他不相信 学了几年 好像没有什么收获 他就另外 再找另外的路了 错了 他这条路 快要走通了 他放弃了 也多可惜 继续走下去 就痛他了吗 所以一般人的话 特别是初学的人 不能听 从前老师叫学生 也许诸位听说过 私臣 什么叫私臣 臣是臣传 老师一代一代传下来 是法佛法 古时候的沉船 都是这个办法 这个老师 要找一个传人 传人不好找 所谓是可遇不可求 传人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对老师 百分之百的 信从 对老师是百分之百的信心 百分之百的服从 那么这个人 具足做学生的条件 老师承受给他 他对老师信心不足 半信半疑 对老师的教导 扬奉 扬奉 因为 这个人 不是传法的人才 不拘传法的条件 在佛法里讲 法器 他不是法器 法器 法器的条件 就是坚定的信心 一教奉行 教的你不做 这有什么用 佛菩萨来了 都没办法 你都听见不了 那么你就想想 这一个老师 在一生当中教学 要找这个学生 不容易 可遇不可求 一生当中遇到一个 遇到两个 那真是天大的喜事 一生当中一个都遇不到 怎么办呢 再从前诸书 习瓦领文字 传个后代 也是后代 有缘的人 他对你这个 著书 深信不疑 一教奉行 他还成就了 这个情形 有啊 在中国 同一个 孟子 孟子 是集成 孔子 但是 孟子 那个时代 孔子 已经过世了 孟子 从哪里学 学孟子的书 学孟子的著作 留下来了 他真的是一门深入 一教奉行 有不明了的地方 问孟子的学生 从前跟孟子学过的 向他来请教 孟子称为亚神 孟子是智神 孟子是亚神 从书本上学来的 所以 真正 这个沉船的条件 就这么两个 对老师 深信不疑 一教奉行 就这巴克斯 有丝毫怀疑 就把你的这个学问 破坏掉了 怀疑 是你自己性根 不深 外面的谣言很多 你会倾心谣言 对于你的老师 信心逐渐逐渐丧失 你的窥吃大了 造谣生死是什么 是你的冤家对头 是你的魔障 魔看到你要成就 他嫉妒 你成就了 他不能报复 他必须把你拉下来 你果然上的当 把你又拉回去了 你就出不了六大轮回 他等待机会来报复 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们学到 不能不晓得这个道理 但是是这样 真难 为什么呢 老师有过失 学生看在眼里 他怎么会服气 那个老师是真的过失 假的过失 我们不知道 所以 善才同此 离开老师出去参学的时候 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教导他 参访善之时 必须居的心态 什么样的心理 什么样的态度呢 不见善之时的过 你就能有成就 你见善之时的过 把善之时过放在自己心里 把你的道行完全毁掉了 你想想看谁能知道 善之时的确确实实 有真正佛菩萨在来实现的 他实现了个过失 那个过失是度一种人 用那种方法来度他 是他的善巧方便 我们反复哪里知道 反复不知道 所以文殊菩萨讲的这个话 清凉大师在诸节里就说明 善之时这个里面 身属难测 这就是属 这个身是真正凡夫的这个善之时 熟呢 是佛菩萨实现的 我们怎么会知道 把佛菩萨度众生的这种巧妙的方法 我们误会了 那一类的众生 不是这个方法 不能得度 所以 吃亏是自己 不是别人 对善之心不妨碍 没妨碍 若是凡人 清凉大师讲 人非圣仙 说能无故 纵然是像大圣 摇圣与他 都还免不了有小故事 所以人为什么自己不反省 我自己又没过时 自己一生的过时 还批评别人过时 是过上再加过 你还会有什么成就 说实在的话 谁才能批评人的过时 自己完全没过时 你才有资格 自己完全没有过时的时候 绝对不会批评别人过时 大智大德 他为什么不批评呢 他那个完全没有过时 是从由过时修过来的 修行过来 过来人 看到你过时 我从前跟你一样 佛眼睛里面看众生 佛是众生修成的吗 一看 你是我在从前哪个阶段 他笑笑 不会说你的 说人过时 寄人过时的 这一生的时候 他德行会起来 这人没有德行 哪里能成就学问 哪里能成就智慧 成就智慧 我们晓得 真智慧是从定中 发现 因定生会 你的心里头 还有别人过时 你的心定不下来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平淡 你想想看 我们要求真智慧 要想在禅定 要想开智慧 决定不能把别人 不善 装在自己心里头 你把别人 不善 装在你心里头 你这一生成就 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你哪里是法器 你不具足传法条件 所以 学生找一个好老师 不容易 好老师找一个学生 是更难的 到哪里去找 所以这桩事情 古人常讲 可遇不可求 所以许许多多 真善知识 一生找不到 唯一的办法 诸书 那么现在 有更方便的方法 我们录像 我们把画面 阴身都可以 往底下一代 传递 如果我们 所悟的 所修的 是真实的 自自然然 有人 他去拷贝 流通 还用得着自己操心吗 如果这个东西 没有价值 后人 不会跟你流通 现在也 没有问题 现在什么呢 有些跟你有交情 肯跟你流通 过个五十年 过个一百年 那个时候人 跟你没有交情 完全看你的东西 有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绝对不会流通 你的 所以从这些地方 你就要知道 古来大德 他们那些著作 凡是能够流通到现在 都是经过 这个千百年当中 多少人看过 多少人赞叹 才会把他 刻板流通到现在 如果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放弃了 这个放弃的原因 股价值 股市后 流通的成本太大 印刷书 没有发明之前 收钞 流通 你要请人钞 请人钞要给钱 要给工资 你要养一些写字 写的好的人 天天天天钞 成本太高了 印刷书 发明之后 就是木刻板 那个成本 也不得了 注意 如果到南京 你就看 金陵刻金处 还有了 刻这个木板 不像现在 照相值板 方便了 那么大的成本 人家不愿意付出 所以 精挑细选 选择 你一生当中 著作最好的 最精华的 把你穿下来 你才晓得 古生贤贤穿的 都是八华 那 七华 三不份 三不份 十八华 五不份 三不份 三不安 准